可不可以给我们点建议 谢谢啊 我其实这个很简单 我为什么买这本书 是因为严忠贤跟我说 他说这有一本书叫下流至上 写得非常好 那他已经看完了 可以借我 那原因是 我跟他说 其实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我需要去 有一个演讲 在森林小学 是对森林小学的父母 要做一个演讲 讲我自己的成长过程 总是对我一个惩罚 就我以前就是让学生在我面前讲他们成长的过程 那我就说好 那我赶快先去买 我就买了这本书 刚好有机会要坐高铁 我想说可以 因为包包的一本 你敢把他看完了 但是在高铁上 我竟然会睡着 然后我通常睡着的时候 我醒来就是赶快看口水没有流出来 就没有想到 我那天是整个包包 所有东西都掉到地上 这很尴尬的 然后表示 中间可能已经有很多人走过 大家就卖过去 或者踩过去等等 那钱包没有丢 我丢了书 是我的第二届 第二个感受 就说这年头在台湾 雅贼比要钱的贼多 这是一件好事 那 那这样 如果他是个雅贼 我应该把东西送他的 但是 我又觉得我已经没有时间看这本书了 所以我其实是很想把它找回来 所以我站起来 没有 我先爬下去 看所有的椅子底下 通通都没有 所以是很大的动作 我必须向福地景深像这样看 然后已经丢过一次脸了 我就会想说我可能去找列车长 于是我就在推理 他要怎么广播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我有一个警觉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通常怪物不会轻易现身在公共场合的警觉 让我不要在公共场所做这样的广播 有没有人捡到下流志向 等等 那其实 我到结果 后来就是我没有看到这本书 我已经又再托学生再去买了 就我只是试过一次再去买 刚好他们卖完了 那真的是一本讲 现在的学生 小孩 他为什么不愿意上学 为什么厌倦了一个完美的社会给体制的 这个志向 他出现的一种 叫做有计划性的自暴自弃的整个过程 楼上就有了 你不用托学生买 他在楼上就可以买了 我刚在楼下就买了丑子力学 这门口就有卖 很方便 然后其实我好奇 不是我猜想 那个人之所以把那个书偷走 也就是特别针对书名 还一定误会这个下游之下 下游书偷走了 我也是因为书名 所以不敢去找他 还有没有问题 还有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什么意见吗 所以刚刚这个问题也有趣 就牵涉到我们自己 自己 呃 即便我这么清楚 我大概是这么想 没跟丑的关系 但是当我 当我自己 配备着 一般 我知道一般人认为是丑怪的系统的时候 我会 我会 我是这么的小心 来 希望这样子的这个 呃 环境意义可以延续下去 所以就是刚刚那位朋友 他很客气 但是他真的要讲 你说 你怎么会这么胆小呢 呃 体制内待久了 训练出来的 就是说我有一种 这不是胆小 就是警觉 哦 就是说 我知道什么状况下 如果我 和盘拖出了这个真实面貌 他们既听不懂 他们又可以操作厨房的权利 其实我觉得你还是要去广播 不过你不要用暗影前面说 杨 杨赵掉了一半 哈哈哈 你不能点到杨赵的下流自向 哈哈哈 这样子对不对 哈哈哈 好 呃 你们应该还会有问题 不然我们要继续一直 一直谈下流自向 哈哈哈 嗯 那个 我是有一点看法 那个 想要想一下就是说 比如说以我们的马英九总统啊 大家都觉得他长得很帅吧 那 可是呢 就是 好像前一阵子我看见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薛民大门国什么的 就是说 有两个人最难 就是说 在他们那个里面最难模仿 一个是马英九 一个是 宋淑仪 那其实宋淑仪 年轻的时候也是 被认为是美男子 也就是说 这种好像所谓 很美的 但是在模仿上面 他们就很难找到一个 特色去那个 而且 似乎 虽然马英九 被很多人公认为说 他长得很帅 可是似乎 好像有一些男生 通常是长得没有他帅的 都会觉得他好像 看起来很虚伪啊 还是什么 就是 其实他刚才提的就是说 好像比较伪善 或是 或什么样的 那是不是从这边来说的话 可不可以 就是说 我不知道身份有什么意见 这件事有什么意见 刚刚后面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把那个 两个问题一起问了 然后这样 这样我们 给他一起回答 好吧 我想请教三位老师的问题是 就是刚刚我们谈到那个 阶级性 就是谁决定美丑 这件事情 然后刚好像三位老师都同意说 就是 现在每个人都应该要对 美丑有自己的判断 那想要请教老师的是 就是 不管是针对学生 或是针对社会一般大众 就是 我们怎么样去鼓励大家 对于自己 就是 美丑 就是 我们应该更鼓励这件事情 有个自己的判断 这样子 一千块 两个问题都好 没有 没有 马英九的那个问题 两个问题 你心观点比较重要 那个 前面那个问题 我觉得是很重要 就是说 那个美丑 在历史的严格中 我觉得还有一个趋势 就是美丑的 被 被 被控制的 这部分正在瓦解 所以那个 每个人的发声 的权力加大 就每个人可以重新定义美 重新定义丑 那事实上艺术可能就是立即于此 就是你重新的 重新的 就是 你自己提出个个人的美学观 重新 重新定义 什么叫美 什么叫丑 那可以颠覆 可以挑战 可以质疑 那这部分是使 使在这个 我觉得在这个现代性 这个美学 百花齐放 就是因为这个 那个单一 单一系统的瓦解 像在美的历史里头 我记得一开始的前几页 它有一个美的严格 就是一个美 是怎么转换 那这个 这个是 这是很吊诡 怎么每次是一个线性的 每次是一个线性的 当然 它可能历史必然会产生一个线性 不过 不过在某程度上 我觉得 我觉得那种 就是从一个 我最近事实上 读到一个 就是 一东风雄 他在形容说 日本的年轻世代建筑师 他形容他们 因为他 他说 他形容这个世代是叫做 他讲的一个还蛮 蛮有趣的 他说他们叫做 无风时代 无风时代 无风就是没有风 就是这个时代是没有风的 就是平平静静 无风时代的联衣美学 就是说 他们的美学是像联衣一样的 一个一个 可是这整个大环境是没有风的 所以他在讲 就是说 他在形容日本 现在年轻的建筑师的世代 就是说 遍地都是 都是 一个人 一个小联衣 一个人小联衣 可是整片就是 完全没有风 那意思是说 没有大师了 大师消失 现在是人人都是 可以有一个美学 每个人可以制造自己的小联衣 那这个里头 他的语气 我听起来还是 他还是好像有点惋惜 那种大师 以以的这个 这个味道 可是对我来讲 那其实是 谢天谢地 大师消失了 所以 人人都可以 提出他的美学 那我 我觉得是一个好 这是好的现象 我要先讲南九 我当然也是个人看法 如果说是模仿秀不太好 模仿马英九 我想只能说是 他不太有 被抓得到的行为 语言特质 我觉得就是 大概是因为这样 就是他有点 平淡 那但是 我在想说 大家对于一个 Leader的想象 如果说出来 应该这样讲 一个Leader 他必须有一种 迷人的魅力 但是这个魅力 可能跟他的长相 没有太多的关系 如果他一旦 活生活现的 在讲话 在动作的话 但是如果只有两寸半身 脱帽照片 他不能讲话的话 那个 看起来 比较符合一般 智识美学标准的 这张照片 会占比较多分 但是我想我们现在的机会 都很 其实是很平等的 就是他 我们都会看到他们 如何说话 如何做决策 但是 然后于是 我们只能说 可能期待他 更这个 展现的更活泼一点 或者更有 更有这个 政治魅力 其实我 我记得他 开会的时候 是很有魅力的 你之前说 你觉得他帅不帅 他帅呀 其实 他帅不是因为 他长的样子 而是 我们被征召去 当这个 的